好 相信大家應該也都還記得 在12月初的時候 桃園有三名屁孩他們凌晨到加勒芙 是拿著殺蟲劑噴向點燃的打火機 引發了大火 導致加勒芙到目前為止依舊是無法飲業 那加勒芙的總經理王俊超 昨天有首度來回應這件事情 他說 加勒芙不會向三名肇事者主動求償 不過後續業者有補充 這三人並非是完全不用負責 那除了會面對形勢責任之外 保險公司也會追償 加勒芙中原店12月3日凌晨發生火警 期貨原因為三名年輕男子 在店內拿殺蟲劑噴向點燃的打火機 釀成嚴重火災 出動至少百名警銷才撲滅火勢 短期內仍無法恢復營業 加勒芙總經理王俊超27日透露 中原店為全台營收第六高的店 發生火警後不包含營業額 預估損失3億元 而清理和恢復場地並沒有想像中的簡單 過年前要重新營業很困難 但他也強調賠償部分一律交給保險 並不會向這三人求償 不過後續業者也補充 三人並非完全不用負責 除了會面對形勢責任 保險公司也會追償 好 接下來讓我們轉換一下新聞焦點 看到這一期令人遺憾的新聞 南韓男星李善君昨天被發現 親身身亡 享年48歲 詞訊鎮驚各界 那他生前其實陷入了染毒案 三度接受調查檢驗均成績陰性 那有韓媒報導 他的遺書中其實提到了 沒有辦法 好像只有這個方法了 顯示出生前承受著極大的壓力 根據韓媒報導 李善君的遺書向妻子說 沒有辦法了 只有這個方法了 他也向經紀公司道歉 對不起 廣告和電影的違約金太高了 報導指出 他因為染毒案遭到調查 遭中斷的廣告合約 電影 違約金可能高達100億韓元 約新台幣2.3億元 不過目前警方應家屬要求 不會公開遺書 因此遺書的內容 尚未被證實 李善君的臨堂 是設置在首爾大學的殯儀館 開放親友 以及演藝圈同僚 到場悼念 有許多的前後輩演員 到場送他走完最後一程 其中包含台灣演員許光漢 李善君的妻子 田惠正悲痛的堅守臨堂 突如其來的背抱 讓演藝圈同事們受到衝擊 陸續抵達靈堂悼念 根據韓媒報導 演員包括劉在明 孫恩書 金象浩 李昕明 趙正雄 薛景球 金杜賢等人 還有台灣演員許光漢 而許光漢目前在韓國拍攝 No Way Out這部劇 而該劇主角群 本來是由李善君的 但隨著感毒案爆發 黯然宣布下車 好 再來讓我們轉換焦點 來看到的是網紅小玉 她之前涉嫌接受網友的匯款 客製化製作台灣知名女性的變臉A片 甚至海撈了1200多萬元 一審將小玉判刑5年6個月 案件經過上訴之後 雖然小玉已經認罪了 並且與部分的受害者和解 但是高等法院二審仍然加重刑罰 台灣YouTuber小玉 朱玉成 與莊新助理合作 涉嫌接受網友匯款 利用AI換臉技術 將多名台灣知名女性的臉合成A片 包括多名網紅 甚至立委高嘉瑜 高雄市議員黃捷都受害 一審被依各資法 及刑法加重誹謗 妨害風化等罪 判刑5年6個月的他 雖然認罪 又與部分的被害人達成和解 但高等法院二審仍加重判刑 合計判刑6年8個月 其中只有一年8個月 得一顆罰金 而二審高等法院審理時 小玉一改以往的造型 留著一頭長髮及美甲出庭 他也繼續表示歉意 並強調希望跟所有的被害人和解 接著呢 為大家來插播一著最新消息 又有一位政治人物的學位被撤銷 那就是民進黨新北市立委候選人何博文 他日前呢 捲入了碩士論文抄襲風暴 而歷經長達三個月的審查呢 淡江大學昨天確定撤回他的碩士學位 這是我們剛剛收到的最新消息 好 接著呢 帶大家來關心到的是 美國直籃NBA丹佛金塊表示 正中前鋒高登他在耶誕節時候呢 他呢被狗咬傷了他的臉 還有他的手 所以復原期間他將會缺陣 而且沒有歸對時間 根據法新社報導 金塊在當地時間27號發表簡短聲明指出 高登在12月25號被狗咬傷 他的臉還有手部有撕裂傷 那高登目前狀況良好 復原期間將會缺陣 如果有必要的話 會提供更多的消息 而根據聯盟消息人士表示 高登需要縫21針 包括臉部以及頭籃慣用的右手 好 接著呢 讓我們看到下一則新聞呢 俗話說千金買房 萬金買鈴 有比較好的鄰居真的非常重要喔 台中市的無期區呢 有民眾在臉書上面PO文表示喔 有一次呢他經過鄰居家的門口 結果呢突然從二樓 有一台電扇從天而降 還好呢後方的媽媽及時叫住他 他才沒有被砸中喔 不然差一點呢 可能後果就不堪設想了 而且由於鄰居呢 經常喝酒吵架 是怕哪一天呢 會對他和家人不利 讓他每天呢都活在黑暗的陰影當中 台中市無期區有一位民眾在臉書無期 串起來PO文求助 有次要路過鄰居家門口 鄰居突然從二樓丟下一座電扇 差點被砸中 由於鄰居經常喝酒吵架 生怕哪一天會對家人不利 該名網友PO出一段影片 畫面中該網友原本要走過鄰居家門口 後來聽到媽媽叫他補料才一轉身 鄰居就從二樓丟下一座直立式電風扇 電風扇當場碎裂 網友表示隔壁鄰居疑似惡意 要拿東西砸他的家人 但是報警後警察卻說沒有傷到人跟車 所以無法提告 頂多開一張隨意丟棄垃圾的罰單 但是影片中可以看到 鄰居先探出頭來確認下面有人 再故意往家人的方向丟電扇 讓隔壁網友每天都活在威脅陰影之下 不知道該怎麼辦 我們看影片中是為了 谢谢观看